第八十八回 昨天說到 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家人 用那隻三寸多長的指甲一彈 七八尺遠的槍子都被他彈穿了個洞 陸小鳳見到之後忍不住讚了一句話 啊,好爺,譚子神通 果然不愧是華山絕技 老家人就說了 哼哼,你眼力都不差 不用說 啊,空洞的殺手劍 新十良門下的滿天花雨 再加上華山的彈子神通 看來我今天似乎真的死定了 試空擇性的小笑話 嘿嘿,人家都讚你眼力不差 不過我就說你眼力一般 你才看得出 他們三個人的武功來歷還沒看得出 這裏還有兩個人 更厲害啊 我看得出 那你有沒有計算我啊 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照我看 你不厲害 你很可愛 哎呀,你不用指東瓜話胡蘿 你看得出這位 楚楚姑娘厉害都算你本事的啦 我都看得出他很可愛啊 哈哈哈哈 各位 可愛的人通常都很可怕的 這句說話不知道你們理不理解 不過到你真是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的啦 司空擇性又說了 哎,有句說話 我想你呢,實沒聽說過了 什麼說話啊 楚楚動人 我真是不信你有追魂奪命的本事啊 我自己都不信啊 楚楚的笑容 哇,好像春花怒放那樣 楚楚的聲音 猶如黃鷹出谷可愛啊 不過 他的出手還獨過飯鏟頭 就在他笑得最甜的時候他出手了 金光一閃 他用頭髮上面的金釵 閃電這麼快就刺在綠小鳳的喉嚨上 綠小鳳打算用手去夾 他那兩隻手指又沒試過失手 不過 這一魂 他的手剛剛伸出去 就馬上鬆了回頭 因為他在金光一閃的時候 哎呀 他發現金釵上面有無數條牛毛的刺 你說他一手夾出去 是,這支金釵實聽斷了 不過 金釵上面那些刺 也一定刺進他的手裡 這支刺也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有毒的啦 人家是故意來裝他的 綠小鳳到今時今日 還懂得飲,懂得吃,懂得說笑,懂得行,懂得跳 就不僅靠運氣那麼簡單 他靠眼快手快又反應快 這陣時,他手一縮 哇,整個人就滲開了 那支金釵 嘻嘻 貼著他的頸上擦過牙煙 一招未得手 楚楚手腕一轉 金釵又是畫出去了 這支金釵又短又輕巧 變化真是快得不得了 閃眼之間就洗出了27招 招招的角度都很絕核 令人很難閃避 招招吉的都是要害部位 這位楚楚動人的姑娘手上的金釵 真是得人怕過那個黑衣人那把長劍 那好可惜 他的對手是陸小鳳 他出手快 陸小鳳閃得更加快 他洗出27招 陸小鳳避開了26招 突然之間一反手 就拿著他那隻又白又亂的手腕 手腕就沒有斷到 陸小鳳一向是個連香色肉的人 他不忍心捏碎這隻這麼漂亮的肉手 不過 楚楚就不同了 人家是心狠手辣 他是心狠腳辣 一扭腰突然飛起一腳 就要踢陸小鳳的某步 啊這一招就不應該是熟女所為 沒有人想得到 好像他這麼溫柔這麼漂亮的女仔 竟然會使出這麼惡毒的招式 不過 偏偏就被陸小鳳想到了 陸小鳳將他的手腕輕輕一拧 一拧 那楚楚的腳剛剛才踢起 就整個人被他踢到飛了出去 他勉強凌空翻身 賈樂山就立刻伸手去接住他 賈樂山走走眉問說 你沒事吧 楚楚就領領頭 整個軟奶奶的站回落地 不過突然一反手 哎呀 手上那支金猜竟然刺入了賈樂山的心口 啊 這下變化就不單止陸小鳳想不到 連賈樂山自己也想不到 這只是裸命金猜來的 不過 賈樂山畢竟是一代梟雄 居然就臨危不亂 居然還可以出手 而且一出手就捏住了楚楚的喉嚨 楚楚嚇到面無血色 喉嚨那勒勒聲的說不出說話 賈樂山的手是一腦腦收緊 賤人 我要你 哎 賊的聲 有一支三寸三分長的指甲 點中了他腦後的肉 枕月 哎 也都是裸命的部位 賈樂山就立刻鬆手 啊 這樣一個翻身就撲在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家人那裏 怎知一翻身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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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喊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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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很淡定地走上來說 哼 你自己應該明白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 我不明白 唉 明白也好 死了就明白又是敢時 不明白又是這樣的 賈樂山踏低了之後 屋裡邊一點聲音都沒有 烏鷹飛過都聽得到 第一個開聲的還是楚楚 他轉身對著陸小鳳說 你怕 想不到我們會殺他 是 你知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殺他 唉 老夫少妻這樣的恩怨 一定會造成悲劇收場 當然 陸小鳳的心是這麼想的 不過沒有說出來 他寧願等別人自己說 果然 楚楚很生氣地說 他 他用暴力強姦了我 又逼我嫁給他 還有他們三個 被他捉住痛腳 強逼他們做奴才 我們早就想殺他 不過一直都找不到機會 那麼賈樂山 賈樂山 這份人很厲害 沒有十拿九穩的機會 他們哪敢輕舉妄動 陸小鳳聽了就說 這次 是我和你們造成了一個機會 是 所以我們不僅感激你 還打算報答你 陸小鳳笑一笑 報答這兩個字 由一個女人把口說出來 通常都有另一種意義的 楚楚很嚴肅地說 我們 知道你是去找羅撒牌的 亦都知道你根本連一些把握都沒有 我們反為 有把握過你 只要你肯 我們可以全力地幫你 是嗎 怎麼幫 楚楚指一指 地下裝滿金銀的箱 他說 這種箱 我們車上面還有十二個 李霞不知道賈樂山死了 也都沒見過他的真人 所以 所以 我如果 我如果冒充賈樂山 用這些錢 去買李霞的羅撒牌 就說都沒有五二可以得手了 是不是 賈樂山 賈樂山 至少也沒有看錯 你的確是個聰明人 不過 我還是想不通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想讓人知道 賈樂山是被我們殺的 哦 你是怕他們的弟子來報仇啊 哼 沒有人會為他報仇的 只不過他好有錢 剩下好多遺產 被人知道是我殺他的 那我就沒辦法分到他的遺產了 呵呵呵 你們既然沒有把握殺了我滅口 又怕被人知道是你們殺的 就唯有來收買我 那這個條件 你制不制得過啊 呵呵 好可惜 在這裏就不只有我有眼有口 這間屋裏哪些人 都是我們自己人 只有師兄大俠 哎哎哎 我不是大俠 我是大賊 我們知道 師兄大賊 是陸小鳳的好朋友 陸小鳳如果肯答應 師兄大賊 是絕對不會出賣他的 喂 我說我自己是大賊 啊 你都說我是大賊 這個叫做 恭敬不如從命 坐坐姐姐 咦 師兄責性就不生氣了 還笑 哈 真是美女性過哈哈鏡 要你醜就醜 要你美美美美 自古以來 幾多皇帝的江山 都是敗在美人手上 原因就是女人把口甜 男人耳朵軟 啊 楚楚很清楚自己的魅力 他又繼續嗲一嗲 那 你意思怎樣 喂 師兄大賊 就不是陸小鳳的好朋友 隨時都可以出賣陸小鳳 不過 師兄大賊 一向怕惹事 所以 所以 師兄大賊 答應了 是不是 師兄大賊 也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難道師兄大賊 要我陪睡覺嗎 哎呀呀呀 學你這樣的女孩子 睡在我身邊 我睡著了都說會嚇醒 那你要我怎樣 喏 只要羅撒牌一道手 你就放過那四個女人 你是說 李霞他們 是 哎呀 你為什麼這麼關心他們 他們陪你睡過覺嗎 哎呀呀 你這個人就生得這麼鬼死靈了 什麼把口這麼鬼賤的 沒有 因為我是要這樣說 才覺得慈禁 才覺得興奮 哎呀呀呀呀 好了 怕你才怕米鬼了 我只問你 我的條件 你應不答應 我當然答應了 哎呀呀呀 那行啦 陸小鋒再見啦 陸小鋒 立刻整個彈起來說 喂喂 你別走 我的衣服呢 哎呀 這間屋裡有個這麼鬼死靈的女人 你还用什么要三脚 说完 司空扎声大笑着 从窗口一飘就飘了出去 说这么快就无影无踪了 另外那几个男人就不知道何时走了 屋里面现在只剩两个人 陆小冯就躺在床上 楚楚就站在床头 他很乖很温柔 不过说的话真是吓人一惊 他说 你想不想要我陪你睡觉啊 想 那你就一个人睡在这儿慢慢想啊 说完他轮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了仰仰手他说 我们明天见了 砰 关了门了 陆小冯瞩大双眼就望着屋顶 心想哎呀 什么我经常遇到这么奇怪的人 这么奇怪的事呢 那其实他还未知呢 跟着还有很多怪事等着他啊 第二天 他们就向着拉哈苏出发 拉哈苏就在松花江的南边 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老屋 是一个方辟寒冷的地方 重阳节之后 就是九月份左右就开始风光 直到第二年的清明才解冻 风光的时间是足足有七个月那么长的 老屋的人对风光这七个月都很珍惜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 他们会在江上面搭起一个市镇 拉哈苏就是冰上市镇了 当地人在风光那前几天 就将准备好的木架就扔入江里面 用绳来扔住 即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夜市压着个位置 那风光之后 河面就变成一条又阔又长的水晶大道 很残眼的了 原来浮在江面上面那些木架那些东西就凍实了 即是等于我们现在打好的桩了 再搭架上梁 铺砖贵雅 用泥和沙砌成墙 跟着一夜之间 就会冻到石头那么硬的了 那就是说一两天之内 一栋栋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房屋 就在江上面建好了 三五天 就会变成一个很热闹的市镇 甚至连八匹马拉的大车 都可以在上面行的 各行各业的店铺就开张 屋外面虽然滴水成冰 不过屋里面又暖粒粒的 那么很多人都不信 在那种滴水成冰 到那时候 那些人早就搬回上岸的了 剩下那些烂鬼木架木头 和那些杂物烂东西 那么就跟着那些冰块一起 顺着江水流走 那时候是没有环保部门的 所以就没有人理那些污染问题的 那就是又是一两天时间 冰上繁华的市镇 就会化为乌有的了 陆小锋就是在风光的时候 也是在最冬的时候 去到拉哈苏的 他现在的身份就不是陆小锋了 甚至连样貌都不同 好了各位 陆小锋去到拉哈苏之后 又会遇到什么奇人怪事呢